记者刘兵选南投报道,南投县及吉镇进来推行科技,绿电造镇,由企业回馈地方建制绿电充电站,不仅充电站设施运作电力,全都自给自足,平时还供一般民众投币为电动机车充电,电动汽车免费,更有超行的电动车特斯拉,Tesla,充电器,镇长陈契恒说,希望借此让民众身体力行率能环保,减少碳排污染。 吉吉绿电站说,供电站诉求多元律动,不但有太阳能光电板,还有锋利发电,站内则设置器,机车充电墙,特斯拉与一般电动车各有二组,机车则是四组,白天发电时供应站内运作语气,机车充电,晚间则供应,夜间照明,花灯光雕等等,未用完的电力则会储存在电池里,以备不时之需。 陈继恒说,绿电站目前虽是示范净值,但实际上已能提供器,机车充电,尤其电力是以光电为主,小部分封电,纯绿能代表的是无污染,零碳排,期盼独步全线的设施,不仅证明能使用,骑程电动车的游客也能多加利用,在旅途中继站享受免费电动充电之余, 顺道畅游及及小镇。